男生看到女生的绝对领域 是什么感受 女生的绝对领域 主的是女生在穿JK和白肘裙之类的 迷你短裙和过细袜时 裙子和袜子之间会露出来一部分大腿肌肤 这个部分对女生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叫做女生的绝对领域 在四元中穿绝对领域的少女 可以说是出镜率非常的高 她要以短裙的长度绝对领域 过细袜的过细长度为4比1比2.5的比例 和最佳的黄金比例 露出来的大腿不需要很多 而是猜到好处的那么一点点 就显得十分吸睛 让男生往这边看 就像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一个黑色点点 那么也会把你的目光吸引到那个黑色点点上 当男生看到女生的绝对领域时 由于大腿露的不是很多 会在短裙和过细袜之间 呈现出若隐若现的感觉 差不多就是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是最为了人的 就会让无数男生们内心感觉到了很大的诱惑 能够让他们从中看到青春少女版的美丽梦想 所以女生这个部位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领域 那么男生的绝对领域又是男生的哪个部位呢 你知道吗 咱们下次说哟 我是不正经学姐 哟 哥几个又来讲知识啦